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款电源 这个电源呢,它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质量非常的好 它采用的芯片呢是ML4800 它损坏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400伏电容损坏了 漏液,然后内部漏电 把我们这个PFC的管烧了 然后这个PFC输出的效特级二级管也击穿了 保险也损坏了 那么它的输入呢是这端的220伏输入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然后是EMI供膜抗干扰电感 进来以后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从整流桥正端输出正电压 副端输出副电压 经这个电容滤波 滤波以后加到PFC电感 这是PFC电感 然后呢通过PFC电感加到了这个PFC的功率管 然后通过功率管输出 再加到这个整流的效特级二级管 然后再加到这个400伏的滤波电容 然后400伏的滤波电容 再通过开关变压器给这个开关管供电 然后开关管是开关管和PFC管都是通过ML4800来驱动的 这个位置有一个450K的启动电阻 是给这个芯片进行启动的 这三个光傲有两个是保护的 一个是稳压的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消特级二级管是整流的 这边还有一个消特级二级管是整流输出24伏的 这个是输出5伏的 然后这端呢 这个5伏呢又经这个二级管再次整流 然后这端还有两个这个二级管是24伏再次整流的 它采用的均流芯片是UC3902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UC3902在这 这个UC3902是给5伏均流的 这个UC3902是给24伏均流的 它一共输出两组电压 一组是24伏 一组是5伏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5伏和24伏的指示灯 这个位置是一个光偶 分别是提供一个24伏PSON信号 和一个5伏这个光偶 5伏PSON信号的 并且这个电源可以直接调整24伏的电压高低 和5伏电压的高低 所以说这个UC3902在这里边起的作用还是不小的 看电路还是密密麻麻很复杂的 这边就是ML4800的后边的外围原件 这个位置这个三级管是负责软启动 以及后边保护 这个是一个TL431 这个同样是一个TL431 与这个UC3902配合 然后进行稳压 这个同样是稳压和稳流 这个电阻还有这个电阻是分两路 一路是5伏稳流的取样电阻 这个是24伏稳流的取样电阻 是加到了我们UC3902的二角 这个也是 它的电流取样加到UC3902的二角 然后通过三角输出进行控制 同时三角的电压 还有来自于电源输出端反馈回来的电压信号 然后加到我们431的控制级 比如说这个431 它的阴级是接到我们的光偶上 阳级接地 由此来控制后级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下面我们插上电 判断一下这个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首先我们测量PFC输出的电压 是这个400伏电容亮端 我们看 362伏 在390伏左右都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电容是400伏的 所以说输出362伏就是正常的PFC电压 然后我们测量输出端电压 输出端有两个电压 我们先测这个 这个接地 那么它这个位置有一个二次整流 这一端有一个整流二级管 经开关密压器输出整流 然后这一端又一个二级管进行整流 并且经3962均压以后 这是一个5.1伏 非常稳定非常稳定的5.1伏 然后呢 这边是通过这个二级管 这个位置有一个二级管 这个24伏的电流 应该是比这个5.1伏的电轴要小很多 因为它用的管比较小 那么我们看这一端是正端 然后这一端是负端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这个位置是负端 然后呢 这端是通过一个二级管接到负级 并且又通过一个二级管接到输出端 那么我们量一下 24.2伏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24.2伏 一个5伏 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我们量一下这个4800个引脚的电压 以便于我们电源损坏了来维修 那么正常工作的4800电源 用200伏直流档来测量 我们看这段这个是一角 我们量一下一角的电压 3.3伏 然后我们测量二角的电压 1.5伏 三角的电压 0伏 四角的电压 3.3伏 五角软启动的电压 8.1伏 六角的电压 1.5伏 七角的电压 2.6伏 八角的电压 0.01伏 九角的电压 0.01伏 十角的电压 0伏 十一角的电压 5.4伏 5.4伏 十二角的电压 2.7伏 十三角的电压 14.9伏 十四角的电压 7.4伏 十五角的电压 2.5伏 十六角的电压 0.08伏 好 下面我们看看详细电路 好 这就是FN4800 也就是ML4800的PFC电路 加上开关电源电路的电路图 这段是它的引脚功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